Yay 歡迎收看晚上八點播出的 《月夜月娛樂》 對於很多時尚品牌來說 他們做活動 希望找回一些 現在當紅的爺爺潮人告訴別人 我是跟時代同步的 不過也有些品牌是反其道而肯知的 沒錯, 走著接下來 我們說的這場活動 除了請多一位中青代的女星助陣之外 還請多一位大家意想不到的老藝人 老藝人? 莫非這個品牌覺得這個藝人 她的成熟、穩重、有內涵 和她本身的品牌形象很問合 是, 猜多無謂 吃多有掣, 馬上去看看 扮錯我之形, 羅蘭贏Kelly 昨晚晚上 在香港的一場時尚活動上 我Jimmy見證了樂壇一傘 大戰之心氣骨的一幕 老藝人, 老藝人 話說當晚, 請來了時尚圈中 最受歡迎的型格女王Kelly 作為壓軸嘉賓隆重登場 Kelly, 中間 Kelly, 中間 本來Kelly這身黑色長裙 還有少許保守 但配上她這頭金色中長髮 潮味、形味, 盲盲盲地出禮 但大家以為當晚的風頭 就是被Kelly取得了 事實上, 另一位傘級人馬的出現 即時令Kelly由一變成二 蘭姐就是羅蘭姐 沒錯, 說的就是羅蘭姐 大家別看, 羅蘭姐已經百多歲 人家畢竟玩過各種各日的狂歡派對 拍過幾百個裝鬼裝馬角色 所以今晚要鬥錯了 羅蘭姐一定不輸給Kelly 她一看到Kelly就說 來吧, 搭著我的肩膀 我們來個時尚姊妹花 擺拍十八色 來吧, 搭著我的肩膀 來吧, 搭著我的肩膀 來吧, 搭著我的肩膀 羅蘭姐, 連這麼潮腳比心心都會 當然是你贏了 可能因為羅蘭姐的姿勢 發樣白出 令Kelly覺得自己難以匹敵 唯有就說 好了, 羅蘭姐 我們還是去打和球 來個舞女連心握握手 做Happy Ending 拖著… 這個動作很普通 不過說到這裡 Kelly和羅蘭姐都很友善 幾年前她倆 在一起去個洋養公園的狂歡節活動 不知畫得多High 很好玩, 羅蘭姐 每次見到她都很羨慕她 因為她很鬼馬 又帥又漂亮 很高貴 又… 但她很難看見她什麼時候也行 Kelly, 你最近頻頻出秀 前陣子還在側田演唱會做嘉賓 說實話, 你和側田有什麼淵源 對呀, 和側田演唱會 因為當時我的老公和她是同學 同一間學校的 所以她們有認識 我們在演唱會的時候 一家去捧她的場 對呀, 挺好玩 很開心 做嘉賓當然是好玩 更好玩的就是大家估不到 會請羅蘭姐參加這些時尚活動 大家經常覺得時尚活動 當然是年輕人 年輕人、年輕人、年輕人、年輕人 年輕人、年輕人、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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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人、年輕人 沒錯, 正常來說 羅蘭姐進行 20年 演戲大部分都是老太、媽媽 或者令人一聽到名字 就害怕的 但是你說羅蘭姐和時尚活動有甚麼關係 真的想不到 你聽我說 早幾年 羅蘭姐試過有一次扮鬼扮馬 就扮過時裝設計大師 老佛爺 之後大家發現 可以呀 除了做一些草根的角色之外 原來這些高檔路線都可以 沒錯, 對一些牌子來說 她們做宣傳 最重要就是拿刀頭 好了, 你說請一大群美女過來 拍到照片漂亮一漂亮 拍到照片漂亮一漂亮 又如何 跟千千萬萬過 這些時尚活動差不多 但是請羅蘭姐就不同了 記者或媒體會發現 這個商家很特別 懂得尊重前輩 也知道金草是有實力的 比起那些簡單的鮮肉 小花出來扭腰 好很多 沒錯 亦都會覺得這個品牌 獨樹一格 有型有款 相當不錯 不知道接下來這場活動 又會有甚麼賣點 昨天上午, 這兩年 一直都沉醉於生意打機當中 不務正業的機仔古具機 就再次以嘉賓的身分 出席黃網公司贊助的電競大賽 你好 你好 是, 補償你好 謝謝今天來支持我們記者會 說到這個英王電競杯 他是楊老闆前一遇 剛投資的新項目 而且在這場比賽拉開圍幕的時候 楊壽誠曾經帶著容祖兒 霍文熙幾大愛將出來助威 好, 那先往我們台前大會示範師 既然有明星效應罩著 這場比賽當然是不負眾望 不僅在香港成中打響了名堂 還要選出了一支明星電競隊 所以為了幫明星電競隊 倒上一層金網 身為英王一哥的機仔 都意不容辭 成為一支隊伍的精神領袖 恭喜Torz 以及不要辛苦你了 帶領這方面的精英出戰 為何英王這麼多明星 偏偏會選中機仔 只不因為機仔最精通吃喝玩樂之道 平時除了跟女友記Vivian 玩一下桌球之外 剩下的時間都是你們在家打遊戲 不過就算是遊戲王之王 也有年代之分 所以機仔看到現場 這群90後打遊戲達人 即時也有點不好意思地說 不要忘了派我 我的打法一早就完蛋了 我打手機的遊戲比較多 不過我以前…我相信… 你剛才聽到你的資訊很厲害 我比較…我是古代的遊戲 即是遠早一點 我以前是打任天堂的 哇!機仔 真是打機暴露年齡 看來你這位70後 已經不夠年輕人玩了 是的 因為我以前…那時 剛好有網絡…興起上網打機 那時是家用機來的 我是玩一個足球遊戲 那時也挺沉迷的 經常都上網 因為覺得不用只打來打去 兩個朋友 上網可以跟世界各地的打 而且它有一個很吸引你 繼續追著打的 就是你可以一直追著排名 那我試過去到一個世界排名 第八位 喂!機仔 那你現在的四張多遠 還會不會好像年輕人一樣 為了打機廢寢忘餐呢 現在沒有以前叫做沉迷 因為工作的時間 還有工作地點 有時候飛來飛去 都很少可以坐定打機 現在頂多是打一些手遊 手機遊戲 有時候回到家都會玩一陣先的 就是回到家睡不到住的 其實因為腦袋都還沒關機 那在這裡打機的時候 古太太通常就會在那裡暗的 快點啦 還不去洗澡 這些 回答太太的通常就是說 我們打機而已 都總好過出去滾滾 我們很正當的 起碼在你面前給你們看實 挺乖 知道了 機仔 我們知道你不會煩煩煩 只喜歡打機 我們完全明白 不過有一件事我真的不明白 楊先生你真是挺敢玩的 甚麼都敢投資 現在連那些甚麼競技遊戲 這些東西你都敢玩? 厲害 厲害的 他生意人 有錢賺的東西 為甚麼不玩? 說到電競 我覺得楊先生有點擔心 就是 真是 而我捉過這麼敏銳 我也覺得我走進這一行遲早 賺大錢 賺錢這家東西 萬變不離其中 不過楊先生 你說捧明星 學娛樂公司 出唱片 開酒店 或者賣錶 這些東西 你又在行 這些電競 這些遊戲 找來賺錢 你碰也碰 沒問題的 第一,楊先生到時候把他捧藝人 那套方法 放回培訓電競運動員 招舞、開學校的套路上 另外就是 現在那些年輕人、年輕人 玩電子遊戲 是很捨得花錢去買的裝備 你自己計算一下 那倒是 現在那些甚麼電競選手 即是說職業那些 打得好的話 幾萬元一個月 再加上楊先生捧明星的手法 焗一焗、炒一炒、捧一捧 隨時他們的收入 比一線藝人更厲害 這絕對的 楊先生本身很有生意頭腦 哪裏有錢的味道 他就控制他 所以這次 他加上電競的行動 我覺得大家要面臨一個 強勁的競爭對手 話是說 小弟我其實平時都喜歡打打機 由於真的實在有點厲害 所以網上人稱叫我殺神 哇 這個名字多厲害 聽就知道 不如楊先生 你也想想我 我平時都喜歡打打人 是嗎 專門打打打機的人 要不要試一試 看看這條片 昨晚下週 由當家小新陳展鵬 率領的TVB推廣兵團 現身澳門 舉行了一場 很熱鬧的新劇推介會 是否將TVB的版圖 從香港內地拓展到澳門 將華人世界通通一網打盡 升級娛樂 升級選擇 節目隨時看TVB Anywhere 說到這場推介會 可以說是一場 歡樂滿東華加港姐選舉Show 因為每一個藝人出場的時候 都要跟大家推廣一下 TVB有甚麼精彩的節目 澳門不僅有很多地方很美 還充滿日式 最好就是TVB的拍劇出擊 好像我拍劇都很漂亮 這群美女 每個都是港姐出身 身經百戰 還可以推廣上來 當然是口齒凌厲 power十足 包括說power 我Jimmy覺得 當晚志文妹在台上 大展歌喉 都算是很有power 讓大家看到她的關二嫂 都有很情深款款的一面 莫非你帶一方秀麗 所值得不恨我們一切 給我自信 給我鼻勻 我像我的奧運 不太柔勢 不太柔勢 任他任 多漂亮 你別亂看 都別亂看 雖然志文妹這晚突破自己 但論唱功 她始終都是半專業選手 真正的專業歌手 是她 真是唱出了他拳佬的霸氣外露 威風八面 一聽就知道 是厄掛夜足呢 話說回來 占拼 鎖下手指頭 距離台慶頒獎禮的日子 越來越近了 雖然今年中 你的同盟掀起了全城的熱話 但到了年尾 你們的風頭似乎被視堂者 和唐森風暴衣搶光 那你今年有沒有信心 林莊最佳是男主角 其實今年有多些不同的面孔 機會多些 每個演員的信心就大些 觀眾看得開心些 當然同盟也是今年最高收視的 其中一部電視劇 這也是觀眾的反應 至於獎不獎項 都要看天 漸平 其實對你來說 獲不獎都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保持高人氣 可以周圍掘金 看來接下來又準備去美國登台了 那想不想在那邊 來個浪漫的艷遇 沒想過這件事 想現在反而是準備唱甚麼歌 要開始背歌詞 要預備甚麼衣服 聽這條片 我覺得詹拼對於獲獎 都是平常心 因為現在呼聲最高 始終是馬明 無論是樂意 還是志文妹做錯方的時候 都說 創馬明 馬明這麼多人支持 他自己當然是開心 但是 可能詹拼的心 覺得 拿著拿著 為甚麼 大家那麼高那麼大 憑甚麼大家好像分了陣營 每個人都支持你 沒有人支持我 詹拼你沒得拿的 因為馬明 或者跟剛才樂意 志文妹這一群 都是在TVB那裡長大的 大家真是捱過咸苦 又最差 捱捱捱捱捱捱捱到一線 現在馬明說 要提名 比起我我都會支持 而現在詹拼了 就是亞視那邊過來 而且過來又沒有甚麼 幾年捱苦 很快就上去做一線男星 而且勢頭越來越厲害 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 行了 現在詹拼很厲害 有高層招 如果不是 怎會像坐電梯一樣 升得那麼快 他不會喜歡跟我們這些人玩 我們都是自動彈開 我相信大家不像他那麼白眼 但無論占卿人緣多好 始終他都是隔離台過例 跟人家無仙土生土獎的一堆 始終不是真的混合起來 所以大家支持馬明 又不出奇 不過說回公道話 未到最後都不知道誰得獎 大家慢慢猜猜 看看這段影片 說到曾經的無線花旦周凱薇姐姐 我Jimmy覺得她 在娛樂圈裡的衣著打扮 是最神經刀的女明星之一 當然她漂亮的時候 可以說是方華絕代 在舞微亮傳奇之中 嚴押六弓一枝獨手 但不漂亮的時候 真的隨時令你掉了眼鏡 昨天晚上 聽說海美姐要為一場時尚 騷擔任押做嘉賓 那我Jimmy也叫牛魔王 第一時間趕去報道 這麼久沒見 大家對這位一代女神的期望值 一定很高 希望她會穿著一套 高貴華麗的馬荔服隆重登場 誰知當大家捱著肚餓 很不容易等到主持人 介紹海美出場的時候 我Jimmy真的連嘴巴也合不上 就算是這麼大 老闆好 老闆好 大家看看 海美穿著一件很臃腫的 粉紅色衣服 闊身吊腳褲 還有粉紅色的粗瓜眼鏡 加上亂七八粗的髮型 哪裡像曾經迷到 萬千宅男的海美姐 你說她是電視劇 醜女無敵的女主角 我也相信 所以當海美和大家打招呼的時候 台下觀眾都一時之間認不出她 不知道給甚麼反應 大家好 我是海美 都是海美 我建議全場三秒鐘的掌聲 眼見現場氣氛一直陷入尷尬 海美自己也很無底氣地說 看得大家都穿得很漂亮 我現在好像有點隨意了一點 海美姐 其實我Jimmy也很理解你今天 這身衣著打扮 無非就是為了顯示自己 拼拼拼少女心的一面 不想讓大家覺得你老了 但我始終覺得 人在甚麼年齡 就應該穿適合的衣服 好像李家欣 孫瑄 她們和你一樣都是四五十歲 人家一樣可以穿得很大方得體 簡單舒適 不用下下弄得自己不倫不累 過猶不及 不過說回來 其實海美姐這兩年來電視劇中的造型 都很省鏡 很有味道 尤其是那些沉如落眼 閉如收花的古裝扮相 真是認出那句 回眸一笑白眉身 綠公粉袋無顏色 海美姐 你下一部戲的造型 是不是都是古裝戲 剛剛拍完一部古裝的戲 雖然海美做古裝一定很漂亮 不過這個角色一聽就知道 應該不是甚麼年輕女兒 海美你經常接到這麼老的角色 又會不會不開心 我覺得心態很重要吧 自己的心態 不要老是覺得我老了 我天天照鏡子的時候 我告訴自己 我還是很年輕 心態還是很好 我還是很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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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還是充滿活力的 廣告回來 繼續越野越娛樂 歡迎回來 越野越娛樂 很多藝人朋友 其實都會有副業的 搭個袋出來 做一下形象 就覺得不行了 這盤生意應該可以了 但是實際運營那些東西 其實它真是烏噹噹 不太上心 你問它的東西 真是實問狗不知道 誰做採購 你們那些食品不太好 食品不太好採購 我不知道 你去問採購部Judy 你們這個店面 那些服務人員質素差差 可否改進一下 質素差 人事部那些東西 你問甚麼我也不知道 俗語說力不道不為財 你以為找個人打理所有東西 自己繞著對手 硬硬腳就行 有點難 沒錯 生意的東西 真的要自己看緊一點才行 接下來這位 不知道他有沒有自己搞一門生意 一杯漂亮的咖啡 莫過送愛心 各位街坊街里 快點過來嘗嘗我們新手調製的 陳貓貓愛心咖啡 包你暖暖暖 熱烈烈 昨天上午 最可以重拾自己心頭好的咖啡貓 就召喘全城媒體 齊聚海港城 宣佈他打式的咖啡店 正式開業 莫過這邊… 說到莫哥和咖啡的情語異 我Jimmy覺得可以用有笑有淚又有心酸來形容 為甚麼這麼說呢? 在前幾年就知道了 當時在無線拍戲拍得悶悶的莫哥 就膽粗粗地為夢想一擇千金 開了第一間咖啡店 誰知理想是美好 現實是殘酷 由於當時他剛結婚不久 就三年抱衣 根本忙著柴米油鹽 結果搞到一盤咖啡生意慘淡收場 而很不容易熬到近幾年 家庭趨於穩定 分工明確 莫哥決定把心一橫 在放命拍戲之餘 都抽時間出來再煎咖啡生意 所以在不懈的努力和堅持之下 莫哥就在2017年年尾 進駐海港城再開咖啡店 而今天首次帶到店舖出來見客 身為老闆的莫哥都親力親為 為大家介紹他們的常成用料 想不到咖啡也有這麼多門道 莫哥,你平時背劇本已經夠辛苦了 現在還要記上了咖啡品種 豈不是老闆包也不夠用 你跟我撐吧 莫哥一點也不辛苦 還不知道多樂在其中 話說還沒完 他即時熟頭熟路地下手沖一條咖啡 在莫哥的咖啡摩打手之下 一壺香濃順滑 十里飄香的咖啡 終於成功誕生了 真正如黎明所說 先甜後甘,甘元再甘,影真浪漫 大家趕快來試試吧 看到莫哥推介咖啡 去推介自己家裡的小怪 我們知道他人生最愛除了Amy之外 就是咖啡 我把我的最愛和大家分享 大家知道他們除了我的家庭 我派到我的基地之外 就是我的咖啡 我這隻不同的咖啡麵 其實就是給你土耐大眾 用回自己的心意 把我的咖啡麵 放在一起 對我將來再開實體店的話 叫做多一份強心針 那倒是 演而優質商的確是明星最好的出路 你覺得自己有沒有做生意的天分 其實坦白說 我都算是落手落腳 從開店到現在都要六天 差不多五天 我每天都過來這裡 親自沖咖啡 跟大眾真的互動一下 跟我們交流一下 我覺得都算是一個挺清心的老闆 莫哥,既然你說你自己是一個清職的老闆 不如遲些再開咖啡店吧 你又別說,我真的收到風 莫哥說好像即將要搞一間新的咖啡店 但是莫哥,你之前都已經摔了很多鑊 你還來就怎樣 對,以我這些無知兼業餘的想法 我覺得如果開過麵包店、曲奇店 很簡單,麵粉、雞蛋有個焗爐就可以了 但是搞咖啡店要買很多機器 加起來花很多錢 花錢就預料了 不過莫哥真的一直都很喜歡咖啡 有一個咖啡夢 雖然之前說女拜女士女士女拜 都是開咖啡店 但是這次他好像從失敗當中 吸取很多經驗 一定要再次成功 以他這麼愛咖啡的人 再次開店 一定要做到百分之一百 帥仔、正豆 那些機器是否要買全球最最貴的那些 最貴、最貴、最靚 那你一杯咖啡仔可以買多少錢 老實說,都市人雖然說喜歡喝咖啡 去到你店舖一看 三十多元杯咖啡 算一下,就算我每天喝 每天支持你一個月 都是一千多元 算了,都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加上成本 喀哩喀拉、水電、人工 賣到一杯咖啡 我真的整個月份量給你 那我吃甚麼?吃西北風? 所以,Mo哥,你再開咖啡店 還是要想清想楚 聽聽 不打不知身體好 不踢老公就會滾 我踢… 昨天下午,由阮兆祥、江美儀、陳敏芝 黃均興和細細粒組成的氣精五人組 就很開心地出來宣布他們的 《聖在有情》準備開續集 是嗎? 《聖在有情》? 第一部我還沒看過 這麼快就開續集 福勝哥,你沒看過不出奇 因為這部電影 因為專門說夫妻兩性關係 話題比較敏感 所以之前就沒有在電視播放 也是放在網絡平台播放 但由於劇情搞笑又有看頭 再加上一群演員很用心去演 所以當時在網上 都熱起了一陣熱潮 都走了,追甚麼 為甚麼我會跟你有仇? 你為甚麼要這樣說我男朋友? 你沒鏡子也找一盆水照照 人家會喜歡你,人家會當你鼓掌 你… 眼鏡一部小成本製作 可以引爆全城熱話 無線高層的決定 再請這群戲精實力派出來 再拍一部續集 這群戲精真不是開玩笑 他們除了在戲裡面演技大爆發之外 在戲外同樣實力強勁,裝甚麼似甚麼 當一個泰拳教練拿出拳套出來 打算讓他們打回愛情擂台時 美兒和長仔被歡喜冤家 即時衝上去 用實際行動告訴大家 甚麼是前一秒打到你死我活 後一秒玩到半恩著弱呢? 分手機… 一、二、三、四… 夠了 你們兩個很有默契 很容易搶敏芸之風頭 敏芸說了都是索腿漂亮 怎會這麼容易被人搶風頭呢? 來,敏芸,你的腳又長又直 踢腿動作很適合你 誰知道 敏芸的索腿只適合擺姿勢拍照 真是叫她踢腿了 就令你這麼輕鬆了 來,敏芸之風頭 不用怕 全場那麼多人 總有一個猛人在左近 人家在黃君興平時做運動 又怕成寨英雄 肯定很厲害 果不其然 只認她一個花萬無影腳 即時博得全場喝彩了 好帥 好帥 不過君興會這麼厲害 接著出場的黃祖男愛將細細粒 豈不是很大壓力? 不用怕,人家細細粒要搞笑取勝 由於她身形有點肥 舉不起腳 所以要祥仔和君興扶著她 1、2、3、踢 這樣就行了 就連細細粒都可以打泰拳 看來這齣戲 真是天福了大家對這群演員的固有形象 美儀祥仔,你們在裡面的角色 是不是跟自己本身都很不同? 我本身是精明烈女 你要我扮過沒有經驗 又鬼五馬六兩到爆的宅女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看到我這一面 我保存得很好 其實我本身有個人比較純品 對,你嘛 我又不是好色的 對,又不按鈴鐺? 對 對 竟然我在兩間買胸圍內褲 對,我跟你一起買內褲 對,真的不是開玩笑 這兩個都挺合拍的 至於男女主角張兆輝和陳敏芝 就是專門幫夫妻情侶解決兩性問題 那敏芝,你上次拍和今次拍的感覺 有什麼不同了? 現在多了一個兒子 可以跟他一起看,但他也不明白 對,那時拍的時候就是未有寶寶 其實是想有寶寶的 所以心態也挺不同的 現在轉眼已經… 好像時間也不是很久 但已經多了一個兒子 好像很奇妙 看過剛才宣傳有朋友就說 今時今日的TVB和以前很不一樣 比起以前面對這些兩性題材敏感的戲 他們會覺得 這些戲不適合我們電視台出的 我們電視台是打合家歡時間 如果每次都這麼敏感被人投訴 投訴得多,那些觀眾就不看 所以我們一定要做健康向上 大家適合的內容 健康向上是沒錯的 不過今時今日,大家的眼界闊了 很多渠道,什麼劇都看過 再看你,還是說以前那些吐露的戲 觀眾未免就會覺得… 怎麼搞的 又是什麼青宮戲、爭產戲 你鬥我,我鬥你 說大哥 我小時候看大都是這些東西 我看網劇好過 不行…不可以離我而去 所以電視台的高層可能都會覺得 糟了,我們真的要做一些 有口碑、收視的再說 我們要告訴全世界 我們電視台是很多元化的 什麼都可以 所以今次敏之那部戲 聽說也有多少敏感的題材 但不要緊 很多人就說看完之後 反而幫了很多家長解決問題 起碼都會回答那些小朋友的問題 好,比如說 爹地媽媽,我是從哪裡來的 爹地媽媽就說 你看看這部戲就知道了 對,以前問到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 或者撿回來嗎 她又覺得很受傷 你真的要告訴她 怎麼生出來又不知道怎麼說 那就看看這部戲吧 好了,說完他們 高跟鞋一向都是每個女生出租的必備神器 只不過穿著高跟鞋不僅容易咬柴受傷 還會有母子外分的問題出現 這個時候怎麼算好 最重要就是找一個認真專業的醫生來幫忙 昨晚下午,鄧麗欣就以娛樂圈中 最專業的運動員身份 出席一個醫學活動 四位,謝謝 公多位,右邊 大家別看麗欣妹平時打排球 跑馬拉松 都很輕鬆自如得心應手的樣子 其實她每次做運動都是含著淚、忍著刀 堅強迫自己做的 我這個母子外分的問題 其實是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開始發現,開始很嚴重 那時候都非常困擾我的生活 因為它令我很痛 除了腳痛 其實穿任何鞋都痛 無論平底鞋、球鞋 沒有高跟鞋一定是非常痛 所以做運動的時候 經常都忍著痛去做 穿平跟鞋都痛嗎? 那麗欣妹平時出席,怎麼穿高跟鞋? 沒有用怕 早在五年前 麗欣妹就已經找到一個權威的骨科醫生 來幫她拆彈 今天麗欣妹之所以會出席這個活動 都是因為這位吳教授 很開心的是支持我們的母子外分的 見到麗欣妹和教授商 譚慎歡有說有笑 我們就知道她真的很感激這位醫生 那麗欣妹,平時你出席 每次都要穿著一雙九嶺 怕不怕會救患復發? 完全沒事 其實做了五年都完全沒有復發 然後我做運動、拍戲、穿高跟鞋 我完全沒有痛、沒事 昨晚下午,最近在唐心豐布衣服裡 貼著腦氣骨 演技也有一點進步的香香公主 就拍攝無線力捧的新一代少將泰神 齊齊去到三十年馬場 來回一個年底轉運大行動 你們好,歡迎兩位,你好 福勝哥,你有沒有搞錯? 人家來馬場都是看跑馬 贏一下開心錢而已 再不像李嘉欣、子丹哥他們 拉著頭馬 但為何他們倆會來馬場玩遊戲呢? 馬場真的跑馬好齋 所以今天香香公主和泰神 就說要來個語中同樂遊園會 銀鳴走回去扔波波 百發百中,贏好運 踩著長劇,兜輝行 你真是我奪,好過癮 香香公主有些意望 看到香香公主玩遊戲 玩得這麼開心 知道嗎?知道他最近真是心情漂亮 那倒是,最近他在唐心衣服裡 附加千金阿彪的氣氛這麼重 一時跟著媽媽、米雪姐 和伯母喝茶 誰稱讚我女兒 我都受了,很害羞 媽媽,你不害羞 我也害羞 一時又跟友達以上年人微滿的 黃浩信 愛愛妹妹擦出火花 你在這個時候想走開考我明 我令你這麼不開心 我也想你快點開心回來 最厲害是他在戲裡 也是一個騎馬高手 所以今天來到馬場 當然當自己的地頭 玩得很開心 那香香,既然你這麼會騎馬 應該都很會選哪一隻有冠軍相 我沒有什麼天分選擇 所以我只會看那些衣服的顏色 我覺得哪一件最漂亮 我也是這樣想的 對嗎? 8號、3號那些 三三晚晚的 那種顏色很漂亮 對 很尷尬,很簡單 因為你看它跑的時候 可能你看不到那麼快 你跟著顏色就可以了 也有些道理 對,香香 話說回來 很快就到2018年了 那你到時打算怎樣 跟我老公仔度過這個跨年倒數 我也很想知道 我也很想知道 因為還沒發生 想我還沒回答 到時告訴你 香香,還沒安排嗎? 那我建議你不如去維港 吹吹海風 一邊看看煙花 一邊倒數 再不然去找個小島 度回浪漫蜜月也好 拍戲,什麼那麼多安排 那香香 對,雖然豬頭說 他現在演技有進步 不過看完唐心三的朋友 覺得入面不出彩 那倒是 在戲裡的角色 其實他發揮空間不大 做那個許家千金大小姐 原本的角色設定 跟他真的挺像 外國泡完鹹水回來 說話又不中又不嬰 只不過這個角色 就好像沒什麼突破 沒突破 又是乖乖女 跟他以前演的都差很多 觀眾就覺得不跟戲 沒有突破不單止 還要悶 一悶的話 大家覺得這個角色 平淡如水 相比之下 反而是喜歡 乖乖乖 這把吵冤巴閉的找錢畫 又或者 不刻意變成人家小三的意外 這不怪得香香的 他的角色是這樣的 現在唯有認認真真老老實實 地被人搶氣 所以算我說 其實香香 要想在三色台的位置 再上一層的話 一定要挑戰一下 一些有難度的角色 好比如說 那些表面是清純 但是內裡呢 陰險 奸炸 兩面三刀 這些角色 真是有機會出位 鬼不知道媽媽是女人 要有這些機會才行 還有有這些機會 你要把握得到 才能演到 唯有加油 看看 看看吧 昨天晚上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的TFBOYS 兩小虎 黃俊凱 和易陽千璽 再次聚首 齊齊出來 為一連一度的貓貓購物節做宣傳 大家好 我是王金卡 希望大家今天都能玩得開心 說到兩小虎 黃俊凱已經成功考到了北京電影學院 硬硬腳不用休 而現在千璽仔 仍然要加苦奮鬥 努力備考 但是他對於自己的星徒 人氣和曝光率 絕對不鬆懈 這場晚會一開始 晉凱弟弟 就當仁不讓地上台唱歌 來哄粉絲 聽到晉凱仔這把清澈透亮的聲線 難怪台下的粉絲都興奮激動 只不過一群觀眾最期待的 絕對是晉凱 和千璽仔一起合唱的這個暖心時刻 我相信有時 以我們的信仰 在絕往一千春的人中 唱出之後 抱住想 像孩子奮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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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奮 包括是一條褲兩粉穿的好巴打 真的無論何時都這麼有默契 而回顧這一年 我Jimmy發現 真的很少見到TF Boy三子齊齊出動 因為這一年 晉凱仔不是忙著考試 而是忙著拍電影、拍電視劇 上綜藝節目 他不單止在解憂宅貨店裏面 扮一個半逆迷惘的憂屈少年 還要山長水遠 去到冰天雪地的長白山 進行一場冒險 看來晉凱弟弟現在 真是周身都沒有空 不知明年 晉凱仔和千璽有什麼計劃 明年估計就上大學以後 就是專注學業了吧 如果遇到好的機會 還是想去嘗試 然後也會在學校裡好好學習 這樣說法 你們TF Boy明年 都很少機會再合體了 那接下來跨年 豈不是要好好珍惜 一起演出的機會 接下來就會有一些唱歌的晚會 然後跨年 明年會也會跟大家見面 廣告回來 繼續越夜越娛樂 繼續越夜越娛樂 我們每個人都年輕過 青春過半逆過 青春半逆期 多多少少會跟爹媽喊殺 但你說喊殺到要離家出走 始終都是小嫂 沒錯,就好像接下來這位女星 她跟女兒 真的像前世撈亂骨頭一樣 住在一起的時候 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 還要吵到上警署 女兒就連少輕狂半逆不聽話 媽媽脾氣也挺硬的 一點都不肯讓步 所以最後弄得女兒乾脆搬出去 免得見媽媽 這些都是權宜之計 都不能徹底解決問題 看來這位女星 真的要好好想想辦法 怎樣才能真真正正解決 去看看我們說的是誰 好 說到娛樂圈裡面 最講不清計不明的一筆感情章 就絕對是不以利 和小龍女對冤氣母女莫屬 話說去年 處於青春半夜期的小龍女 和媽媽炒大鍋之後 乾脆絕學不讀書 和女性朋友一起搬出去住 誰知道出來社會之後 發現生活並不是想像中 那麼簡單那麼容易 所以沒過多久 小龍女和媽媽和好如初 那算是令到以利姐姐 不用再那麼憂心 昨天上午我們終於見到 久有一陣子的不以利姐姐 重展歡人 出來參加一場慈善活動 好了 放這邊 謝謝 對比起上一次的潮水樣 今天以利姐姐出秀 明顯精神好了 人都開心了不少 看來隨著女兒逐漸長大生性 她的擔憂都越來越少了 前陣子她又上了一個訪談節目 大大方方地 和觀眾分享對女兒的感受 我想有一點東西 我是不太明白的 她就跟我說 我不要輸給你 我不要輸給你 對 我就是搞不懂 為什麼會突然有個小孩跟我說 我不要輸給你 輸什麼 我就感覺不到十七歲 應該是怎麼樣子的一個想法 雖然有人看完呢 就是她借個女兒來炒作話題 但是活動當日 以利姐姐說起 和女兒現在的關係 真的沒有以前那麼激動緊張 平心靜氣了很多 其實是關係朋友 有聯絡 對了 兩母女哪有隔夜仇的 有聊有講的就好 而且見到上個月小龍女十八歲生日 還和你一齊事必慶祝 老實說 經歷了這麼多事 兩母女終於都成功破冰 真的很替你們開心 都不可以說破冰 都沒有結過冰 怎麼破冰 既然康復 為什麼這半年女女 都不肯搬回來和你一起住 現在信息很發達 有短訊 總之知道大家平安 最重要是 新聞看著那麼多 公眾號今晚會說 一個人氣模特兒 被前男友出賣 竟然流出了一些 性感熱、辣想出來的故事 原本女星遇到這些事 已經很慘了 誰不知還要被人一尋百彩 究竟哪個女星這麼黑 如果大家想知道 留意月娛樂 微信公眾號 月娛樂2015 明天晚上八點 我們在這裡見 拜拜